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依依 如今的汽车市场价格是影响销量的主要因素之一了 一些原本销量不太好的车 会通过降低售价的方式达到促销目的 有的质量还不错的车 通过这样的手段可以提高销量 但有的车价格大降依旧是没有人买 就比如说力翻820这款车 降到7.68万也无人问津 被人称作最丢人的B级车 这款车的外观还是挺时尚的 美观上主打德系风格 前脸大气稳重 凸显商务氛围 双腰线的搭配非常有质感 力翻820的车长4865毫米 轴距2775毫米 在国产同级车内是表现卓越 但是在配置方面差别就很大了 没有中控连液晶体现屏 低配没有ESP 全系甚至连雾灯都没有 配置低的可怜 内饰的设计上也显得老气和落伍 和外观给人的感觉比起来 落差感有点强 在动力上 力翻820搭载了1.8升 2.4升 2.0T三款发动机 1.8升匹配手动变速箱 其余的匹配6AT变速箱 动力还是够用的 整体来看力翻820最大的缺点就是在内饰设计和配置上了 所以性价比上不是很高 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很难将其作为第一选择 况且力翻的品牌影响力和号召力也不高 也导致了很多并不知道这款车的存在 所以销量上不去也是能够预料到的 还有一点力翻的定位是偏向于政府机关的公务用车上 作为成本考虑呢做工和配置都是比较低的 这也是不受消费者青睐的原因之一 但是呢就算这样讲啊也没有见过多少公务车在用 当然了还有一种比较玄学的说法 就是力翻这个名字呢不太吉利 听上去想力翻 听到名字就被劝退的消费者也是不少的 所以呢销量惨并不是只是运气不好 听到的了